白宮經濟顧問7月18日表示 他預計未來幾週 美國部分地區的平均汽油價格 將跌至每加輪4美元以下 美國汽油價格在歷史上首次突破每加輪5美元之後 至少在未來幾週將繼續下跌 這讓全球最大汽油消費國的消費者松了一口氣 全球燃料需求一直在下降 原因是油價高企以及美元走強 使得其他地方的石油價格更高 根據能源情報署的數據 與2019年大流行開始前相比 美國對汽油 航空燃料和柴油的需求下降了10%以上 加油站的反應是降低油價 在美國 46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的房價都出現了下跌 中西部地區跌幅最大 印第安娜州和俄亥俄上個月的房價分別下跌了52美分和51美分 從四天正數有希爾就全部加分別下降了 右來我們又幫到橫圣料 炸圖圖圈粉 請坐著 經 foster操縮 喉櫽